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生抱怨太太一言不合就離家出走 她不像吵架就走回我家 每次出走不是我上就 太太控訴丈夫暴力霸道不講道理 她怕常常都會打我 喊打或者打 她欺騙我 我很討厭被欺騙 究竟是先生的家暴促使太太離家 還是太太的頻繁出走捉怒了先生呢 馬上進入調解現場 談不得找和事佬 歡迎大家收看最新一期的和事佬節目 我是節目主持人許蔡君 提提各位電視機前的家庭觀眾 如果你遇到家庭關係方面的問題 歡迎撥打6129-3110 向我們節目組求助 今天來到現場的心理老師是光偉老師 還有一班熱心無由智慧的街坊 還有兩位當事人 蔣先生、蔣太太 蔣先生、蔣太太我想問一下 是哪位首先打電話 向我們節目組求助的 是蔣先生是嗎 蔣先生你的訴求是甚麼 她沒有吵架 就走到家裡 那我的狀態我就忍受不了 那蔣太太呢 你的訴求又是甚麼 我們兩個沒有辦法溝通 每次出走不是我想走的 你是希望繼續跟先生走下去呢 還是兩個人就此結束呢 就結束了 沒有選擇的餘地 不用考慮太久了 蔣先生說自己經常跟太太重交 希望太太可以有所改變 重回溫馨家庭 但是蔣太卻堅決要離婚 究竟是甚麼原因 令蔣太這麼決絕 好觀念不挽回的餘地呢 就在過年前 我家的新屋 媽媽建了一間新屋 那我就約好了很多朋友 那個朋友就是因為我回去 而給面子 過來的 有十幾個這樣 因為我丈夫 跟我家是不對的 得罪了 已經不來往我 那當時他就不讓我去 我就拿了東西 就不準備出門口 他剛剛回來 就肯定我 肯定拿上的東西 立刻拉上去 追了我 在下面追上來 嚇到我胸口瀑布跳 那些心臟 幾乎自己已經是受不了了 然後他慫恿那女兒 怎麼說的 母親怎麼不口 怎麼不口 那女兒就聽了他的語言 因為我平時 我是不會說這些話 我一般是不出聲 因為我沒有我講法 我會睡的 只有她說 好嗎 適合 適合小女兒 又下課 八點幾 她還沒接過小女兒 那我就走去接小女兒 我就一出門口 噴噴聲 我就 拿著拉箱 就回到家 在我的車站 我一流就怕 那心流 噴噴跳 我怕她追到我 我怕她打我 我怕她打我 好怕 我怕她 走的時候 我就偷漏了一句 我說我不敢回去 我怕她 那到結束 我都要回去解決問題 我硬硬地回去 然後 在樓下 看到有個保安 我就叫保安 給我上去 我怕她打我 哈哈哈 我怕她說 那 Kim 可以 請你 你想怎麼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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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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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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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另外 无论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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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